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由我国选的五号天对阵俄罗斯选手亚里三大的比赛 五号天曾获得昆仑爵周期紧要带等等 五号天也被全民们誉为镇海蛟龙 赛前五号天的战绩为26战21射 而这个亚里三大来头也不简单 亚里三大曾获得俄罗斯该级别冠军 赛前亚里三大已经取得了14战12胜 其中12次KO对手的部署战绩 可以说也是一位极具实力的选手 本场比赛是在俄罗斯进行的 或许是主场作战 这也助长了亚里三大的嚣张 赛前在称动画布会的时候 亚里三大就用头顶着五号天的头进行了疯狂挑战 这一浪被激怒的五号天和亚里三大在台下就已经大打出手 这一浪画布会火药味十足 这也直接点燃了五号天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比赛开始五号天先是发起猛攻以重拳霸的绿色 不过亚里三大也毫不自如横外以重拳还颜色 接下来五号天以扫踢暴地绿色 结果不胜贝 亚里三大以接的甩直接暴摔倒地 再次回到战力对决 接下来亚里三大突然开始发力 以俄罗斯的顶息多次暴提五号天的头部 在面对亚里三大的顶息 这一浪五号天似乎有点措手不及 接下来五号天试图想要将亚里三大暴摔倒地 转回自己更为上场的地面进攻 但是亚里三大的防摔动作也做得非常到位 并没有让五号天得策 接下来亚里三大以俄罗斯的顶息继续暴提五号天 这一浪五号天渐渐开始处于下风 而后亚里三大以俄罗斯的西装将 五号天险些踢飞出了台 这一浪五号天根本无法招架 最终亚里三大抓住机会 以连续中拳外加俄罗斯的手机 直接KO五号天赢下的比赛 虽然五号天门场比赛遗憾高呼 但是亚里三大的面部也被五号天的中计打中了 或许在面对如此嚣张的对手 愤怒的五号天很想用自己的实力去KO对手 但是无奈克长作战和对手的年轻 将我们作为中国老将击败了 不过经济体育就是这样 有输有赢都是正常的 输了反而有时会让我们看清自己的不足 就此针对训练加以改进 这样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长尼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